Hello 你好呀 我是Rosa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上妆视频 看YouTube还有很多博主 这么长时间以来我发现很多人的collection还有inventory里面都有那么几个OG的产品 所以我看了一下我现在手上的一些OG产品 就这次跟大家一起上妆来看一下效果 有一些是第一期用 有一些也是用了很久 然后我也是很喜欢的产品 如果喜欢美妆的朋友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每周都会给大家推出一个新的视频哦 如果我今天上妆的产品里面又有你喜欢的 记得在下面给我留言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马上开始 Hello hello 马上换成voiceover 先交代一下我的肤质 我是一个经常长痘痘的混油皮 皮肤不白 偏黄 而且有暗沉 首先我会先在上妆之前上个primer 我自己用的是touch and sew的no problem primer 对抚平毛孔的功效还不错 而且夏天我觉得非常适合 很轻薄 不会有特别黏黏的感觉 但是它这一款对妆效延长时间 感到是没有太大的感觉 所以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么多博主都推荐它咯 下一个就是粉底 今天我用的是lancome的这款24小时的粉底 我的色号是210N 其实上脸的时候会觉得有点偏白 但是抹开之后有非常好的提亮效果 它氧化其实没有特别的严重 我很喜欢的这一点是因为它很好推开 很方便 夏天的时候特别尤其的适合 因为它很持久 我一般会是夏天拿起就用的一款粉底 但是你们也可以看到就是上完之后 其实遮瑕效果没有说特别的full coverage 大概可以遮到各5到7层左右 然后其他用遮瑕点一点就好了 妆效真的不错 而且有一些光泽感 我也看到很多YouTuber喜欢它 比如说Kathleen Lai什么的 接下来我会用一个遮瑕 我其实这里用的是NARS的Radiant Concealer 这个应该是非常久时间的一个网红产品了吧 我也是特别喜欢它 有很多囤货 一般点涂完痘痘之后 我会把这个遮瑕膏先停一段时间 再把它晕开 这样会增加它的遮瑕力 后面我用一个这个Tarte的Shade Tape Contour Concealer 尝试一下一个样品来当我的眼下提亮 看一下这两个色号 我可能就把它混在一起用吧 因为浅的太浅 然后深的太深 感受一下这个质地 我用的时候作为第一次上脸 我觉得它有点偏干 不知道是因为我的拿到样品时间比较久了 原因还是什么 但是它涂开的时候倒是挺好涂开的 而且没有任何crease的状况 接下来就上眉粉 我这个用的是Anastasia的这个明星产品 也是非常OG的了 它深色这边 我觉得色调调的特别好 很适合这种我们这种黑发 但是可能又有点染色的同学 上眉毛的这个时间也很快 就是刷刷刷一下 然后再拿那个Spoly 预染一下的话 这个眉毛就会很好了 我一般会从眉部的中间先画中间和后面 然后前面用一些鱼粉扫到就可以了 这样子就不会太生硬 接下来我就会用一个比较小的遮瑕刷 把我这个之前上的NARS遮瑕膏给推开 轻轻的小面积晕卵 是一个比较需要耐心的过程 遮瑕膏上完之后 很重要的一步就是定妆 我这里用了Laura Mercier的Translucent Loose Powder 我这个版本是glow的 是一次Sephora换分换来的 我其实只会把这个glow的版本 上在我的眼下作为一个打量 毕竟它有一点金闪的SHIN在里面 但是它对于给皮肤的这个持妆效果真的很不错 所以我会把它上在梯子部位 还有我的眼下作为一个打量 接下来就是修容啦 这里用了一个老顺产糖的product 就是这个Benefit的Hoola Bronzer 因为它实在是特别的上色 然后很深 我这里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刷子 去很小力的沾了一下 然后用它来晕染 也可以看到既是这么小小力的沾 它也是非常的橘色的一下 就可以布满整个脸 这个时候就需要很耐心的去晕染它 用这个大刷子 这样的话就不会有色块太明显的情况 感觉这个Bronzer很多欧美波族很喜欢 但是我个人来看的话是很一般的 接下来就是上眼部打底 我用这个Urban Decay的Eyeshadow Primer Potion 用的是Original这个色号是没有颜色的 眼部打底很重要可以延长妆效时间 还有不卡粉 但是我觉得好像最近很多品牌都出了眼部打底 之前Urban Decay很火 现在也就慢慢的被取代了 但是今天我还也会再用一个Urban Decay的这个眼影盘 Born to Run 我是非常非常爱这个眼影盘的 首先我用了第一排的第四个颜色 做一个眼部打底 它是一个肉色的颜色 第二作为我的眼眶色的话 我用了一个比较轻快的粉色 我觉得用粉色的话 其实很显年轻而且很欢快 有的时候会让很重的眼妆不会显得太深沉 所以我觉得把这个粉色预染到眼部的时候 真的会觉得很活泼的感觉 所以我还挺喜欢这样子的手法去预染它的 也可以看到我把它预染到离眉毛很近的地方 接下来换了一个比较dance的刷子 选了一个很暖的棕色 打在我的眼部的后面 作为一个眼尾加深 我在一个比较酷痛一点的棕色和一个暖色调里面的棕色 选了一个暖色调 然后可以看出来它的颜色配奥真的很大 它这个盘整个粉质 就是非常typical的欧美盘 然后除了那几个紫色以外的颜色 都是让我非常满意的 也非常好晕染 但是我今天可能看到一点就是那个primer 而你看那个primer 其实有一点点卡粉 就有点晕染不开 所以我又换了一个刷子 进行了眼部的那个晕染 可以让它好好的晕染开 用了一个比较松一点的刷子 去晕染它 感觉好一点了 之后我就会用手指上这两个金闪色 一个冷色中 一个暖色中 大概的点了点在眼头的中间的位置 作为我的眼睛主色 最后是一个比较闪亮一点香槟色 打在眼头的前三分之一的位置 这样子一来的话 整个眼妆就完成了 最后我回到第一个 用粉色的那个刷子 做一个大致的晕染 把上面的界线晕染的不要太明显 这样子整个妆容就比较统一了 最后换一个比较扁平的刷子 再打在那个眼瞼色 粉色在眼瞼的下面 作为一个上下呼应 后来感觉我的鼻头两个斗 实在是太明显了 又打了一点遮瑕 接下来夹睫毛的 睫毛夹我用的是Shisado的 我也是听了好几个博主 大部分是亚洲博主 推荐这个睫毛夹 我觉得真的是挺适合 我们亚洲人的眼型的 夹着也不会特别疼 那个夹片非常的人性化 但是我感觉要需要夹多方面 多个地方去夹睫毛 才能达到我想要的效果 睫毛膏我用的是 Two Faced Better Than Sex Mascara 这个简直是老火的产品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欧美人 特别特别喜欢这个睫毛膏 我真的觉得很一般 它虽然夹得很黑 然后维持卷翘效果很不错 但是它整个线长 还有浓密效果 其实我觉得就很不好 而且它的刷头特别大 刷下睫毛真的是非常困难 经常会硬到 然后刷上睫毛也是需要 比较小心的那种 所以我个人没有特别喜欢 这也是一个套装送的小样 尽量把它用完算了 但是我是不会再花钱去买它的 正装的 对大家不要看我刷下睫毛的时候 谢谢 愈染一下我刚刚涂的第M层 接着小牙膏 OK算是遮住了吧 下一步就是腮红啦 我这里选了那个Clinic的小花腮红 我的色号是04 Plum Pop 是这种偏紫色调一点的 我选了一个比较松闪的刷子 因为它是濁色的 濁色的程度真的非常强 然后颜色上的特别好 因为它的formula很 其实很软 而且有一些shin在里面 所以会给你的 的cheek有一种非常好的glow 最后拿刷子上的雨粉 扫一下鼻子连接两边的腮红 有点像是被晒的那种高原红的感觉 很自然 接下来就是高光啦 我这里用的是Laura Mercier的那个01号highlight 它应该大家都知道 很多人也都推荐 就是他们的老用的一个高光产品 对我来说 其实它的高光会比较自然 然后不太夺目的那种 所以上视频的时候 我比较少涂这个高光 因为它实在太自然了 很难看出效果 但是它出门真的是觉得美艳极了 就是你皮肤自然透出来的这种光 跟你上的高光是不一样的 只有到某一个角度才看到 最后一个就是唇部产品啦 我用一个Armani的这个Liquid Lipstick 我这个是一个小样送的一个样品 我是500号Pink 就是大概感受一下这个formula 觉得可以理解 为什么那么多人都喜欢这个formula 是比较轻薄的 有很好的颜色配off 持久力也还不错 接下来就是定妆喷雾啦 我会在这里用一个 经典的不能再经典的产品 Mac的Fix Plus 其实我不太喜欢把它用作定妆喷雾 因为它这个喷头真的有点劣质 而且定妆持妆的效果真的不是特别好 因为它时间长了也就融了 我比较喜欢把这个Fix Plus作为 沾湿眼影刷来提高眼影payoff的一个产品 其实我发现不画眼线的话 其实可以给自己节省超多时间 如果眼妆够明显够夺目的话 其实有没有眼线就不是太大的一个问题了 因为毕竟眼外加深很好 所以还是会显得眼睛比较大 希望今天你喜欢我这个妆容 如果喜欢的话请点个赞 然后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一周再见啦 拜拜